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感言故事 见证动情瞬间 带着这一份爱的梦想 都会有那个女孩的身影出现 全省六大海选赛区 500位英秀四姨激烈角逐 希望所有的主持人今天都可以在当下这个时代 跟随潮流一起面对即将挑战的未来 希望今天能够看到的选手都是综合性非常强的选手 也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 第二届江苏婚礼主持人大赛 原来有爱婚礼金话筒 谁能过关斩将 谁将脱颖而出 1月4日起双休日晚10点 锁定江苏综艺频道 让我们共同见证 婚礼主持人大赛 突围在盛况 加油喜事就喝金石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金石元九页冠名播出的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金话筒 本称公司的评委有江苏综艺频道主持人曹阳 江苏省婚庆行业协会主持人执委会副主任 国际婚庆注册师协会专家委员会鉴定委员周安 青年演员李倩 在比赛开始之前 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 评委挑选大屏幕上选手所给出的标签 标签所对应的选手上台 进行5分钟自选主持 3分钟才艺秀 展示结束之后 评委现场亮灯 两盏及两盏以上 极为晋级 否则淘汰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来看看会有怎样的标签 会吸引到我们 今天的标签 这个桥子好多 好密集 有一个很特别的 37度2 37度2 淮安幸福村的颜值担当 这个也挺厉害的感觉 是不是 对 爱健身的瞌睡丛 还有一个更长 不会杀话的料理达人 不是好主持 哎呀 给自己起这么长 要么我们就从他开始吧 好 来看看不会杀话的料理达人 他是不是个好主持 有请他 故事是关于一个直出的男生 和他的姑娘 让我们用一段浪漫的沙画 来开展这段故事吧 还记得那是2008年 刚刚入学的时候 他们二人相遇在南通大学 那个美丽的校园里 他是学长 他是学妹 而这位学长用了一个特别烂俗的桥段 帮助学妹提行李 搬箱子 来认识的这位他心爱的姑娘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如此的 顺及自然 男生会帮女生买早饭 为他做最爱吃的东西 也会带他去喜欢 他们的地方 他们爬过高山 他们走过大海 而无论各地的风景如何美丽 在男生的眼里 最美的风景 永远是女生的脸庞 他们从无数次的幻想 会走在红桿那一天 给彼此承诺 给彼此拥抱 而后化为彼此的一切 这段感情直到今天 他们已经走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 而今天 即将登场的这位男生 与女生 您也许非常地熟悉 当我再次呼唤他的名字 我希望 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为他们喝彩 为他们鼓掌 准备好 掌声有请 新郎 新娘 此刻我想盛情邀请二位 在属于彼此的卡通形象上 签下你们的名字 刻下永恒的誓言 美丽的爱情海 会为你们永远见证 此刻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感谢二位 感谢评委 很精彩的一段 这个沙话的表演 所以你的标签上面是 不会沙话的料理达人 不是好主持 沙话我们看过了 就是说你还很会做菜咯 对 这个还是可以吹一吹的 让他看一下 这是你做的 我做的 好可爱啊这个 这个龙虾 龙虾 可以往后换一下 换羊菜 对对对对 你还很会摆盘呢 摆盘也很漂亮 对 哎呦 这个是面 面 他真的 他每一道菜上来 我感觉都挺像 对 就很精致 对 很用心地在做每一道菜 对对对 对 一般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后场来带动气氛 我的顺序呢 一般就是 先让大家吃十分钟的饭 接着我会 让大家吃完饭以后 我就自己先上场 先来两首歌 哎 今天来亮一嗓子 怎么样 我试试看 我努力一下 看能不能出来 这种效果 好好好 鞭老师 对 我觉得他们是个人 这种效果 你为什么要做出事 我感觉非常味道 我对你 这种效果 我会摆盘 也不是 它就是 那种效果 大约 面 点 和这种效果 她的 好 就这样吧 一上了可以了 谢谢 谢谢 怎么到最关键的时候 就停住了呢 我把我后面喊批掉 然后我们节目就播不了了 好 还蛮有勇气的 是 是 是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颜祥欣 今天的表现是否可以晋级 我压力更大了 我心上跳得好 我空白了 很遗憾 只收获到了一盏灯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她其实今天状态还是挺好的 对 她在舞台上还挺放松的 挺放松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她缺少了那股 就是能够驾驭全场的这种气氛 有点温 有点温 对 我更觉得她更适合一个 在婚礼之前来讲述爱情故事 这样一个沙画师的功能 对吧 对对 挺可惜的 其实她还挺多才多艺的这种感觉 好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下一位有心的主持人会是谁 我猜一下这个最懂男人心应该是个女孩吧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蒙圈幸运思宜 我现在就蛮好奇 她这个蒙圈是在什么地方 对 但是误打误撞进入这个行业 还是说每次这个新郎新娘都会去找她 还是说她在现场每次抽奖就能抽到自己 会不会有这样的幸运的思宜 对对对 有过 有过 我们要不就挑幸运的思宜好不好 好 好 来 我们就请上这位蒙圈幸运思宜 我的天哪 加油 小鸣的天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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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的 今天呢 在我主持之前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述一下 接下来我主持的片段呢 它的背景故事 这是一场迟到三个月的婚礼 因为在之前订好了婚期 前几天 我们的新郎啊 他发生了意外 他出了一场车祸 导致他的双腿瘫痪了 而且因为大脑也受了重创 在婚礼当天 他是没有办法 用语言来和大家沟通的 他是暂时性失言了 那今天呢 在这里我带来的是 那一场婚礼当中的 一个片段 是来自 新人入场开始的一个片段 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相信 经历过磨难的爱情 才更加珍贵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新郎新娘 幸福入场 在这此刻 当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一幕画面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充满了羡慕 充满了欣慰 也充满了感动 我想这也许是大家参加过 最特别的婚礼了 这是一场迟来三个月的婚礼 三个月前的新郎 他对自己的婚礼 有着美好的憧憬 他之前告诉我说 他想在婚礼上唱一首歌 他还准备了很多的话 要向新娘去表白 但那场意外 让这些愿望 都没有办法实现了 但他很用心 因为他把所有想说的话 都写了下来 在哪里呢 这里面 都是我们新郎 想今天对你说的话 那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走进 新郎的内心世界 亲爱的老婆 今天 我非常高兴 因为 能和你一起走入我们的婚姻 现在 我就想在这里告诉所有人 我们 结婚了 我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 让我经历了很多磨难 让我承受了这么多痛苦 现在 我也明白为什么了 因为他把最好的你 留给了我 在信封里 我还放了一块巧克力 还记得吗 到时候 我追求你 送的第一份礼物 就是巧克力 今天 我还要把他送给你 我想告诉你说 老婆 无论未来怎样 我们都要甜甜蜜蜜地 生活下去 你的老公 小冬 我觉得所谓爱情 就是责任 当一方遇到困难 对方可以无条件地 默默付出一切 能够共患难 同甘苦 既是不离不弃 请让我们 掌声祝愿我们的新郎 小冬可以早日康复 也祝愿新郎新娘 白头报老 谢谢 好 首先我们先谢谢两位 来 真的都把我们的 谢谢 这个新娘弄哭了是不是 我们来联络看你的标签吧 叫做 梦圈的幸运四溢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呢 餐厅入伍 我退伍了以后啊 人生进入到一个迷茫期 就是那个时候我做什么 我都感觉 这个职业它不适合我 然后选择了很多的职业 我学过理发 我还做过销售 还在工地上面 还帮过装过电梯啊 安装过什么玻璃窗之类的 感觉很迷茫 人也很懵 但我也很幸运啊 我遇到了我 我的师傅 他真的对我特别的好 而且对我要求很严格 所以一路都非常的幸运 都有贵人相助 一般在婚礼当中 除了帮新人来主持婚礼之外 比如说到了二场 或者到了三场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节目 给大家来呈现 有 我准备的是魔术表演 今天我想表演一下 好的 来 请 好 我又看到我们三位朋友老师 面前都有一瓶金事园酒 对吧 是 说到喝酒啊 每个人都有喜好 其实我也很爱喝金事园 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喝酒呢 它需要下酒餐 对 对吧 有人喜欢牛肉 有人喜欢花生米 那我的爱好比较特别 我喜欢什么呢 我喜欢这个 这个东西我们很常见啊 就是平时在家里面都能用到的 衣服破了 用来缝衣服 针 首先呢 我需要 太久了吗 危险动作 大家切勿模仿 对 千万不要模仿啊 我们来检查一下 是不是针的针 对 帮我检查一下 来 小心啊 我扎死你 龙猛不腹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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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我们要其他 我们两位老师都帮我准备 帮我检查一下好吗 来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啊 很坚硬 坚硬无比 要不要吃 接下来 又要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就是我要把这些针 全部给它吃下去 好 好 那 让大家都看到 我们现场来放啊 来 来我们哪位老师先来 好 慢慢地放进来 呃啊 这是我放的 没事吧 呃 特别美味啊 吃了 好 来 来 这边 不可思议 继续 那接下来呢 我要把刚才吃下去的针 再给它取出来 如果只是这样拿出来 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 我得需要一个道具 好 还是 还是 线 取出一截 好的 那么接下来 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你 我都没有 还是 更有 我没有 我都没有 我黑的我 有 我 我 有 好 天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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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没事就吃两个针 然后穿个线什么的 下酒 用这个下酒特别美味 魔术 魔术了 我们都知道 魔术当中有她自己的奥秘的存在 是的 我们只要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不要去探究太深 对 至少我觉得这样的魔术 在婚礼的现场 是会引起到 所有人的这个焦点的关注的 对 我会为你加分的这个 谢谢 挺好的 挺好的 来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我们的梦圈幸运思宜 童超 是否可以顺利的晋级呢 能过 这个能过吗 会学活 能过是吧 好 来 三条 我得 你出来 恭喜你 哇 三迫 谢谢 恭喜 哇 这边是主持人好 才艺也棒啊 来 恭喜你 顺利晋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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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昆真的 扎手吗 之前的那一段 是她创意啊 包括她的本子 包括那个真实的故事 很感人 对 对 本子好 财业也很精彩 来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标签 看看下一位上场的 会是谁 你来挑一个吧 我还是想看 《最懂男人心》 因为我猜 这应该是一个姑娘了 女主持 对 她懂男人心嘛 是 对不对 来 我们就来请上 《最懂男人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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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站在这里 望着对岸的她 在岁月的长河中 你们曾经也像现在这样 相聚甚远 不知是缘分使然 还是她的回眸一笑 让你的多巴胺迅速地分泌 如果说你一早知道 会在那一天的傍晚 那个街角 遇见这个与你 共度余生的人 你会对自己 或者是对她 说些什么 我想对自己说 不要那么任性 不要那么桀骜不驯 放下自己高的身段 因为她值得你这么做 我想对我真爱的 那个女孩说 傻瓜 对自己好一点 在遇见我之前 也请你好好照顾自己 好吗 不要落了胃病 总让我为你牵肠挂肚 不要自己省吃剪硬 只用职位给我买一双 昂贵的缺鞋 你要知道 这世间精彩繁华太多 可一切都不如你 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城市里 人们总是去怀念那个 日色慢 车 马 邮件都慢的时代 他们总说 那时候一切都慢 所以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然而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人心 总不会变 为他 包一碗粥 还是需要一个清晨 为他织一件毛衣 还是需要 一整个夜晚 给彼此一个 爱的完满 还是需要 走完一生 新郎新娘 你们是否愿意 在行色匆匆的人群里 目光不由 以静止地 向对方走来 你愿意吗 新郎新娘 你们是否愿意 放下心中 所有的执念 一心一意地 为他着想 将你的心 向他合盘拖出 你愿意吗 如果愿意 请向前一步 你是否愿意 处处为他着想 把他的心情 当作是你的心情 如果愿意 请向前一步 你是否愿意 将你的后半生 献予他 前半生 你们未曾相遇 后半生 相濡以沫 且以情深 共白头 如果愿意 请向前一步 你是否愿意 成为他的丈夫 成为他的妻子 无论富贵贫穷 健康疾病 顺境还是逆境 都与他长相厮守 共度白头 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 请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胡逸 首先问一下 刚刚你的标签 叫做最懂男人心 是的 怎么敢起这样的标签 这个标签 我个人觉得还比较大胆 很大胆 顺懂男人心 对 但是我觉得 作为女性来说 如何经营自己的爱情 经营自己的婚姻 首先要先读懂对方 懂了对方 我们之间才能够 更好的沟通 因为我之前 有做过情感电台主播 所以有很多的听众与粉丝 来跟我沟通说 自己的情感 遇到的问题 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解决 虽然说我个人经历不是很多 但是不影响 我懂他们 所以当过这种情感主播 好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最懂男人心 胡逸 他是否可以晋级呢 广告之后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由金十元九夜冠名播出的 第二届江湖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金话筒 究竟胡逸的才艺 能否打动评委 顺利晋级 接下来又是什么原因 让评委们忍俊不禁 广告之后 为您揭晓 加油喜事就喝金十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金十元九夜冠名播出的 第二届江湖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金话筒 擅长沙画和料理的颜祥心 最终遗憾离场 而同超 以动情的主持 精湛的魔术 打动了评委顺利晋级 红衣的表现 又是否能够获得评委青睐 成为下一个 晋级者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最懂男人心 胡逸 他是否可以晋级呢 好 一盏灯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我们对话的时候 觉得他还挺放松的 但是他的前面那一段 不抓人 不抓人 而且太急了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下一位选手会是谁 好 好 那一位 石家庄 C罗 石家庄 C罗 C罗 足球很厉害嘛 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我们来看看 这位来自于石家庄的朋友 他是不是足球 要比他主持婚礼还要厉害 来我们有请石家庄 C罗 女士们 先生们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荣幸和大家共同见证 两位有缘人的幸福结合 我是您的好朋友 主持人小雨 首先我代表两位新人 以及双方的家长 对各位的大驾光临 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热烈的欢迎 欢迎大家 我相信 此时此刻 新郎早就怀着 一动喜悦的心情 等在了台色 那等我呐喊出 他名字的时候 我希望全场的来宾 能给予他最热烈的掌声 为他鼓劲 加油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新郎登场 好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自己对爱情的梦想 每个女孩也曾经都幻想过 穿着洁白的婚纱 走向她的白马王子 那么今天 这位美丽善良的姑娘 即将出现在我们的舞台前 也请各位观众 把目光投向幸福的起点 有请新娘入场 尊敬的赵忠德先生 请问 你愿意与你面前这位姑娘 结为夫妻 无论贫穷 富有 顺境 逆境 你都愿意爱她 呵护她 帮助她 一生一世 直到永远 请你大声地告诉我 你 愿意吗 我愿意 好的 尊敬的李玲女士 请问 你愿意与你面前这位男人 共度余生 不论风雨交加 还是阳光明媚 不论顺境 逆境 你都愿意一如既往地 爱她 帮助她 支持她 不离不弃 直到永远 请问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好的 我相信 此时此刻再多的千言万语 也比不上一个实际行动来表示 新郎 你现在可以尽情地亲吻你的新娘了 这是一个神圣的吻 这是一个幸福的吻 请大家铭记着幸福的一刻 你好可爱 谢谢郭小语 我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主持婚礼吗 我第一次 就以前没有上过台 没有 那你 你多大了 我十八几年 我看着她像学生 您刚刚那一段词啊 就是特别像 就是七十年代 那种婚礼的 就刚刚有 这个仪式的时候的 对对对对对 包括你里面 男女主人公的名字 赵铁柱 是叫赵铁柱吗 我随便编的 我也忘了 我说了什么了 难怪的 你编的 但你编的那个名字 挺适合刚刚那段词的 你知道吗 好吧 其实她挺有特点的 挺有特点的 她自己特别认真 很认真 对 在台上一丝不苟地在说 而且你知道 你刚才 他们俩明明在拥抱 完了你说 刚才是神圣的一吻 没有 我想 你也是这么说出来的 我想让他们比我 就之前刚才那个动作 就刚才那个动作 就是那样假装一下 但是不假装他们 你俩为什么不假装 我本来这段词去掉了 但是我看刚才那个又可以 然后我就试一下吧 你为什么要去掉 去掉因为不能 不能亲好像 为什么不能 他们不是对象 不能亲吗 不是 不能亲 18岁 现在还在上学吗 对对 上学就在南京上学 上的什么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学的是波音主持 对对对 好 来 还有没有什么才艺 有有 我弹一段 我小弹一段 雨后有车时来 试过目色苍白 就铁皮网难开 连人已不在 手听农眼下的 你将颠沛抹磨成卡带 一孤圈的情怀 打碎成年代 我小弹一孤圈的情怀 我小弹一孤圈的情怀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你刚刚这段表演 有给你加分吗 我小弹一孤圈的情怀 我小弹一孤圈的情怀 没有唱太好 你刚主持那段 嗓子没啥呀 你觉得你唱的调 跟你弹的调是一个调吗 不是 那你居然还能唱下来 我昨天在宿舍不是这样的 有点奇怪 现丑了 你除了这个自弹自唱 你还有其他的才艺吗 我就是慰问 不一定要演 我还会朗诵用来吗 朗诵 朗诵特别好 比这个好吗 强一百倍 那来吧 你别骗我 我真的 我这回其中全校三百多人 我直接全年级第一 真的假的 全年级第一 真的 我那小课组老师 你别你别你别 忽悠我告诉你 直接夸我 小课组老师 你刚刚你刚刚这段情谈的 真的我我真的是 没谈好 我再给展现一下 再给展现一下 展现朗诵 展现朗诵 朗诵哈 全年级第一水平 行 全年级第一水平啊 是你说的 在吹的 来吧 要有感情啊 感情有动作啊 枪尽酒 李白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 背白发 朝如青丝 木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末世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赴来 碰羊仔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曾福子 丹秋生 强尽酒 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 清耳听 中古转欲 不足贵 但愿长醉 不复省 古来圣贤 皆寂末 唯有银者 刘其名 陈王西时 雁平乐 斗酒时前 自欢续 主人何为 严少钱 竟须鼓取 对君拙 五花马 千金球 忽而将出 换美酒 鱼尔同宵 万古愁 鱼尔同宵 万古愁 还可以吧 你觉得你这段表演 有加分吗 这个可以有 这个 有吧 这个全年级第一啊 是 我觉得你现在 刚才那段朗诵 还只是在模仿的阶段 你是不是在模仿你的老师 你的气息现在还有点浅 对对对 你继续努力 把大一是吧 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才艺 你觉得能加分了吗 找什么 没有没有 足球也展示不了 没了 好吧 来 我们来看看 石家庄 C罗 今天 居然连球都没有带 他是否能够晋级呢 恭喜你 晋级 你告诉我 现在你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太激动了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谢谢了 谢谢了 我肯定以后更加努力 我给你提几点要求 好的 我没有给你亮这个灯 我希望第一 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给我来一段 时尚一点的符合这个时代的词 你可以吗 可以可以 然后改掉你的形体 改掉你的形体 换一身衣服 然后你真诚地跟边上每一个人去交流 交流的状态要有 好不好 好的 然后再来一段像模像样的才艺 不要给我弹起 好的 好的老师 相信你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这次我们的这个比赛是面向全省来招募 也有很多学博音主持专业的孩子们 他们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他们是希望通过舞台来锻炼自己 但是像他这样 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他自己这个特别讨巧的一个 就是他这种天生的喜感 天生的这种观众缘 而且这个孩子特别认真 认真 认真 对 我们就希望看看在下一次的登台之前 跟今天会不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 期待他下一次的登场 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 我来挑一个吧 好不好 我来挑这个爱健身的瞌睡虫 来看看他健身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有请他 如果说我们把人生比作一场奇幻的旅途 那么我想婚姻便是这场旅途中最动人的回忆 旅途漫漫 人海茫茫 婚姻很长 如果说一定要去诠释的话 那么我想可能一场婚礼会来得让人更得以铭记 让他们的故事在这个舞台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一梦 一花年 就像他们即将要拿到的纸跟笔 在这张纸上去留下专属于他们的印记 深深的话浅浅地说 长长的路慢慢走 也许在若干年后 我们台上的二位也会去迷茫 也会去思考关于婚姻的意义 爱情并不一定都是那么的璀璨 那么的浪漫 婚后平淡的日子 才是检验你们爱情真正的试经史 如果有一天你们也在经历着关于婚姻的纪念之痒 也许会争吵 也许会觉得生活太过平淡 那就拿出今天写下的这封信 去聆听一下属于你们当时的心情 请新郎投递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有什么爱的才艺吗 简简单单唱一首歌吧 一首从前卖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今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信任 买豆浆的笑脸冒着热情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满游间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索也好看 要是竟没有样子 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谢谢 谢谢 唱得真好听 豆沙嗓 对对对 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 齐凯是否可以顺利地晋级 加油喜事就喝金石原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金石原九页冠名播出的 第二届江苏省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金化妥 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 齐凯是否可以顺利地晋级 谢谢老师 闭闪灯 谢谢 谢谢 希望以后在舞台上面 你的声音可以放出来 在大景时 然后跟这个新人 跟观众的交流感 再更加地多一些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他其实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的 真的是因为年轻 而且他人其实挺真诚的 挺真诚的 很有亲和力 加油喜事就喝金石原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由 金石原九页冠名播出的 江苏省第二届婚礼主持人大赛 婚礼金化妥 请关注由